這是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關心美國 巴爾地摩企業開業 在日落早後一隻 被通過教科的匯準 撞回去 當作幾六粵 教堂上沒有七架車 還有在作息的工人 全都擺入水 現在最問是多嚴重也不知道 現在美國的官方有認定說 這是以外不是恐怖攻擊 沒有這個也等著唱歌 美國巴爾地摩企 只有2.6公里等的開業球 你如果早上一點過 讓一台火輪農到 只剩下車在過救的車 還在救頂組合的工作人員 都從6個2救兵 15公里潜在冷水裡面 訴求行動一直到早 還在繼續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冠軍找人 救南人員在第一時間 有救兩個人起來 一個無受傷 另外一個黨相送朋友 美國總統拜登說 會冠軍到東地 也信任聯邦政府的 政府修憲大橋的全部會向 關香港這不是恐怖攻擊 全世界專家都很注意 這件中台以外 因為球改替的主要原因 最不看起來是 大球的連續性結果 只要一部分被農到 其他部分 要受影響幾個月到來 並且建議 主要集成的結果 要有另外的補合措施 如果沒有當外條 這麼強烈的農業 而且現在的順時 越走越大台 已經超會 當初球在四季時的 考慮範圍 此代節這台會準 在在農地球進行 辦法做救救信號 讓當局有低減的時間 能夠作出車 計較通過球 自一球七千年 開通以來 才一球 每年通行的車 有到一千一百花萬台 是當地重要的交通要度 當地譬明說 若是事情發生 在最下半的展望時間 可能會造成 更加慘重的相望 現在球幫來後 變成整隊的會體 要有很多問題 要查清楚 記者綜合部讀 記者綜合部讀